今天我們來談口腔重建治療的部分 那有關於牙罐與牙橋 那所以呢牙罐就是單科的部分 那這個叫做牙罐 那牙橋的話就是大於等於三科以上的 就是牙橋 所以比如說你可以缺一科做三科 或是缺兩科做四科都是牙橋 那另外呢我們也可以做有關於 陰類或是翁類當比較小的尺子破壞 那或者呢我們可以做這一種叫做 馬力蘭牙橋的部分 或者呢我們可以做一些貼片 那這一些呢它的特色就是黏在牙齒上 那因為黏在牙齒上 所以呢它就像我們自己牙齒的一部分 所以是一個固定式的 那缺點呢當然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柱牙或是有一些什麼問題的話 那全部都是要切掉或是敲掉 那固定式的翼齒呢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可以是第一個可以是crown 我們可以是bridge 我們可以是inlay 我們可以是onlay 然後呢我們可以是 馬力蘭牙橋 然後我們可以去貼片 那這個呢就是所謂固定式的翼齒 但是呢有些時候我們會碰到牙齒的部分 例如牙根有缺失 所以假設我們要做一些crown的部分 那我們呢就可以做直牙 那或者呢病人缺牙有三顆 我們可以在下面的地方 植兩顆牙 那也可以做牙橋 那如果說我們是每一個缺牙的地方都直牙 那就可以做成單顆的 所以呢整個的一個想法呢大概是這樣子 那所以呢傳統式的牙橋呢就是 就是我們可能因為有蛀牙或者要改變一些 咬合垂直高度的部分 我們就會去做牙罐的部分 那牙橋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是 過去俗稱叫做缺一顆 那我們可能會做三顆 那缺點呢在於是說這個地方的的時候 可能會卡一些食物的一些問題 那馬力蘭牙橋呢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設計 通常用在前牙區受力比較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馬力蘭牙橋在這個地方 它其實一樣也是三顆 但是後面這個地方會做的像翅膀一樣貼在零牙 但是建議是用在一些受力比較不是那麼大的一些牙齒上面 那另外呢我們也可以做陶瓷的牽體或灌溉體 那過去呢大概習慣都是說把牙齒呢就是修型的很大 那目前呢如果說蛀牙沒那麼大 我們可以用cerami就是陶瓷的部分的陰類或是陶瓷部分的翁類 做一些修復 那貼片呢就是當我們要去改變一些牙齒的外型或是顏色 那你可以看到說貼片這個地方其實它只有把牙齒磨了一半 那有點像女生去做一些美容的美甲一樣貼在牙齒上 那只要修的量不是很大那它的黏著強度就會很高 好甚至撐個十幾二十年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當有這個口腔重建的時候呢我們就去分析它 那分析它之後呢然後呢我們就會去得到一個蠟型 那這個蠟型呢我們就可以轉換到病人嘴巴去看看呢它到底實際上用起最終的效果會怎麼樣 好然後呢假設我們開始在做口腔重建的時候我們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呢會從分析然後進到蠟型好然後呢我們會再進到所謂的磷牙 就是臨時假牙的部分然後呢最後才是一個正式假牙的部分 那這個呢是口腔重建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說臨時假牙這一個東西對我們在治療的時候很重要 如果呢我們在做臨時假牙病人在連續待三到五個月 它沒有什麼特殊的一些狀況 那我們會認為我們轉換到正式假牙其實會是蠻OK的 那所以呢就是說跟一般我們做三顆五顆比較大的不同 我們呢其實會非常的關注臨時假牙到底穩定度是如何的 好那整個都OK之後我們就會開始做正式假牙 比如說以這個案例來講的話患者因為一些費用的問題 所以呢我們是用金屬燒腹磁牙 好那最後這一個呢我們是用金屬的咬合面來解決問題 好然後呢其他的地方我們就做貼片啦或是樹脂貼片 那從這個樹前跟樹後我們可以看得到說患者的一些牙縫就透過貼片去改變 好然後呢患者的一些缺牙我們就透過止牙的地方去改變 然後再翻別做一些正式的假牙起來 好那當然這個有一些金屬編了的話 假設你是用傳統的齒牙的話就稍微會有這種現象 那很幸運的的話這個患者是一個比較高齡的一個患者 所以他沒有那麼的完完全全在意這個問題 他覺得如果嘴唇下拉下來大概也不是很明顯 那從這樣子的時候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口腔重建的治療如果是牙罐牙橋就可以得到一個蠻穩定的效果 我也很明顯 那一個